犹太人究竟有多痛恨耶稣 在用十字架钉死耶稣之前 用尽酷刑折磨了整整十二个小时 这是耶稣临死前的画面 犹太人让耶稣扛着沉重的十字架 然后安排士兵在后面拿皮鞭抽打 围观的犹太群众 纷纷拿起石头朝耶稣砸去 直到耶稣不堪重负 重重摔倒在了地上 犹太人并没有心生怜悯 反而用皮鞭在背后疯狂抽打 但耶稣始终没有屈服 凭借坚定的信仰 再次扛着十字架站了起来 亮亮呛呛走到了刑场 士兵将耶稣双手锁在木桩上 然后挑选了一根粗壮的藤条 迫不及待就想要醒醒 随后长官小手一挥 士兵立马使尽全力 用藤条狠狠抽在了耶稣的身上 耶稣紧咬牙关一声不吭 愿由士兵疯狂抽打 但每次要被打倒的时候 耶稣都会顽强地站起来 很快耶稣整个背面就被打得血肉模糊 为了不让耶稣再站起来 士兵开始抽打耶稣大腿内侧 一直打到耶稣跪在地上才停止 这时士兵已经累得不行 但耶稣却又颤颤巍巍站了起来 长官健壮立即下令更换行走 士兵拿起带道多的皮鞭 再次狠狠打在耶稣身上 每一边下去都血肉横飞 鲜血溅到了士兵的脸上 这让士兵感到更加兴奋 经过长达半个小时的鞭血 耶稣已经体无完肤 士兵也累得气喘吁吁 但犹太人并没有就此罢休 士兵解开耶稣一只手铐 翻过来继续用皮鞭抽打肚皮 此时的耶稣已经痛到彻底麻木 感受不到任何疼痛 鞭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直到一旁的副官出面阻止 就这样耶稣被拖回了牢房 看管耶稣的犹太士兵为了羞辱他 特地编制了一个带刺的皇冠 强行戴在耶稣的头上 然后跪在耶稣面前大喊 而犹太士兵之所以如此羞辱耶稣 是因为耶稣曾经预言 自己是犹太人的弥塞亚 而弥塞亚是犹太人心目中的君王 在当时等级森严的时代 耶稣穷木匠之子的身份 让犹太人觉得受到了羞辱 于是在逾越节的前一天 犹太祭司用三十个银币 收买了耶稣的徒弟犹大 得到耶稣的藏身之地后 犹太人在深夜抓住了耶稣 然后用铁链将他捆住 还没有经过总督府的审判 一路上就对耶稣拳打脚踢 随后他们将耶稣带到了犹太教堂 犹太大祭司当场宣判 耶稣传道是在捕惑人心 必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根据当时的法律 犹太祭司并没有权利处死耶稣 只能冲上前对着耶稣疯狂殴打 然后朝他脸上吐口水 羞辱完之后 才将耶稣带到总督府定罪 犹太祭司要求总督大人 宣判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理由是耶稣传道捕惑人心 总督明白这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但为了不得罪犹太祭司 他让犹太人去找西律王裁决 犹太人只好用铁链拖着耶稣 来到了西律王的宫殿 耶稣面对西律王的审问 始终紧闭双眼一言不发 西律王最终不耐烦地赶走了所有人 也拒绝审判耶稣 犹太人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于是在总督府发动了暴乱 以此逼迫总督审判耶稣 总督为了平定犹太人的怒气 于是找来一个穷凶极恶的死刑犯 然后让犹太人选择 是释放死刑犯还是释放耶稣 总督本想通过这种方式 放走无罪的耶稣 但犹太祭司连想都没想 就大喊着要释放死刑犯 犹太群众也纷纷附和 这群疯狂的犹太人 宁愿放过十恶不赦的杀人犯 也不愿意放走无罪的耶稣 总督最终也只能妥协 命令手下放走嚣张的死刑犯 耶稣绑在十字架上 用铁钉对准耶稣的手心 一锤一锤钉了下去 圣母玛利亚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 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随后士兵在钉另一只手时 因为手掌距离预留孔卫太远 士兵直接用绳子绑住耶稣的手 然后使劲全力朝孔卫拉了过去 就这样硬生生将耶稣的手拉断 钉完手掌之后 士兵又在十字架上钉了一个木盾 然后将耶稣的脚钉了上去 剧烈的疼痛并没有让耶稣屈服 反而不断向天祷告 祈求天赋原谅犹太人 但士兵却变本加厉 钉完之后还将十字架翻过去 这样拉扯伤口 会让耶稣疼痛感更加剧烈 随后士兵将十字架拉起 将耶稣钉在了耶路撒冷的最高峰 和耶稣一同被钉的一名强盗 大声地讽刺耶稣 你说自己能拯救世人 为什么不能就自己脱离捆锁 现在到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而耶稣则是不停地祷告 伴随着耶稣的祷告声 天空突然雷声滚滚乌云密布 犹太祭司见状连忙下令处死耶稣 士兵用毛巾沾水 然后挂在长毛上 给耶稣喝了最后一口水 然后举起朗基努斯之枪 刺向了耶稣 而就在这时 天父也掉下了一滴眼泪 重重地砸在耶稣的脚下 突然间天动地摇 犹太人的教堂瞬间裂开 但这依旧改变不了犹太人 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没有错 直到一千多年后 他们才付出了惨痛的代价